你们看到的我穿礼服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少了以下这些小东西 我很可能又没有人物 只有狗样 来人 把我的礼服开工包盛上来 今天就是一个大揭秘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就直接坐在沙发上 给你们一个用来掏了 首先我们从头到脚来讲 很多人夸我说你发量挺多的呀 姐姐说你不懂 发量全靠它 假发片 我头上其实现在也有两个假发片 拿几个出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手上的这个是一条一条小的 所有的都是那种真发 所以它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可以反复使用 然后烫啊做造型啊都没有问题 脏了你还可以洗 8片就这么一大把了 这个里面还有8片 如果16片都在头上 发量富人 还有就是我发缝很宽 所以为了弥补一条大河波浪宽 就一定要用到这个发缝纤维粉 这个里面装的是那种非常细小的 喷出来的黑色的纤维粉末 它很轻会附着在你的发丝上面 而且不会堵塞你头皮的毛囊 我用这个得用了五年了 非常好用 反复回购 推荐给发缝大的各位一下介绍 接下来是身体素颜霜 也就是我们说的素素白 可以涂抹一切你穿礼服露出来的皮肤 这个是我被圈内艺人朋友种草的 比如说你参加年会 结婚啊拍写真啊等等 都可以尝试使用它去提亮你的肤色 出来成片的效果会更好 比如说脸上的粉都画完了 但是跟脖子有色差 你就可以用它去提亮一下脖子 用它记得一定要做那种身体卸妆 用那种沐浴油卸掉 这样子皮肤才不会有负担 接下来是防走光贴 这个东西有点像一段一段的双面胶 但是它比普通的双面胶粘性要更大 而且好的那种防走光贴是不伤衣服的 你可以把它用在任何 你觉得不太服贴的衣服的位置 除了这胸口啊 我有的时候还会用它去沾衣服 比如说有些衣服的扣子不是很严 就把它当做扣子 把两平衣服粘起来 然后就是女孩子穿礼服 必不可少的胸贴 因为很多礼服像这种啊 抹胸啊 衣字间你是没有办法穿那种 正常的内衣的 所以像这种胸贴 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这种呢你可以分开 还有一种是我穿的最多的 现在在我的身上 我贴个图给你们看啊 它最大的好处是 它两边的这个粘性的东西 是透明的 它形状又好 然后又有巨龙的效果 而且穿着它 你还不怕穿大露背的时候 露出一些那种固定贴的尴尬 而且我身上的这个 好像还可以充气 接下来是跨年舞台 美丽背后的秘密出现过的 收腹裤 它可以让你的腰臀比变得特别好 拉高臀线 加长腿长的效果 然后呢 还是一个会提升腰臀比比例的东西 就是假屁品 它有两种 其实这个是直接封臀的 还有一种可以 既封臀又封垮 看得出区别吗 这个垫子就是从前到后 它侧边都包过来 背面既可以封臀 侧面又可以封垮 这个呢 就是纯背面封臀的 根据你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场合 选择不同的穿在里面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接下来还要穿在腿上的 就是光腿神器了 这个是冬日特供 我们有些穿礼服裙的时候 那礼服裙很薄 但是有一些场馆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会在里面穿这种 夹的巨厚无比的假透肉 穿在里面 真的是可以给我满满的温暖 然后让我远离生病的困扰 接下来是后跟贴 因为穿礼服大概率是要穿高跟鞋的 有些高跟鞋很打脚 很不好穿 会把你的脚后根磨破 所以这个时候你买这样一卷 然后撑出来 它是一贴一贴可以撕下来 像窗口贴一样的东西 但是比窗口贴要更适配你的脚 更隐形 这样穿鞋子走路的时候就不会疼了 然后依然是穿鞋子会用到的东西 前脚掌垫 我有的时候会穿那种 一字绑袋的凉鞋高跟鞋 但是如果掌握不好的时候 你的脚会往前滑 高跟鞋是有泼的 所以防止你的脚往前滑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垫在你的这个前面 从大拇指到小拇指的这个脚下面 它这种硅胶的就会增加你的阻力 让你的脚不会往前滑 走路会更稳 最后呢 就是精致到手指尖了 这个是甲圆油霜 因为有的时候拿话筒 你的手是要频繁出镜的 如果你的手上面 指甲周围的皮肤有倒刺啊什么的 就非常不好看 那这个东西 它挤出来像护手霜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比护手霜要更滋润 你就可以把涂在这种关节啊 指甲边缘 防止你长到刺 会让你的手在镜头上看起来也更精致